在高雄只要花300元就可以吃到火烤粮吃,吃到飽 充滿情懷味的吃法 漂亮的肉片 新鮮的海鮮 甚至 還有我們充滿情懷的大焦桶 檸檬愛玉 說真的 這家 有什麼好鹹的嗎 我們現在來到高雄這裡了 今天呢我們要來吃一家火烤粮吃 我記得他這一家好像在剛開始的時候好像才200多塊而已 只不過 本來兩年前我就想要來這邊吃了 但是那時候剛好 燒起來 所以我們最後只好 一直延宕延宕 延宕到現在 兩年後 他現在 已經要300元 那今天我們要吃的餐廳他叫做 第一名 火烤粮吃 他這家就是用300元可以讓我們吃到烤肉 又可以吃到火鍋 各位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價格 已經不多了 那等一下我們請進去吃吃看 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我有司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啦各位 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啦 然后刚刚我稍早看了一下这边的环境 它这边是开放式的用餐空间 然后说说食材就放在这边 全自取 甚至我们今天这个位置啊 他们也是说因为中午没有什么人 你想做哪 自己挑 它这种风格十分的随性 只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 这样的风格的吃到饱 说真的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吃个一两次 而且那个时候要价差不多 100多到200出就吃得到了 只不过现在时光飞逝了 我们今天能用300元吃到 我是觉得也是很难能可贵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拿点东西回来吃吧 那等一下我们就拿点东西回来吃吧 我们能够吃吗 在这边有什么时候要花点 我们直接就不穿了 使用去小小时 连接的东西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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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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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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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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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